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和Flink社区一起启动了FlinkML项目 FlinkML是Apache Flink的子项目 它严格遵循Apache社区的规范 FlinkML开始于2021年4月份 也就是去年 如今已经发布了两个小版本 比如今年1月份我们发布了面向实时机器学习的ML API 在今年7月份我们发布了完备高性能的ML基础设施 接下来我们将发力特征工程算法并服务客户 最终我们希望FlinkML能够成为传统实时机器学习的适时标准 这里是今天演讲的提纲 我和高云老师将分别介绍面向实时机器学习的API 流批一体的迭代引擎 高效完备的FlinkML基础设施 以及FlinkML的生态和未来发展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实时机器学习的API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FlinkML API API的作用在于降低用户对于框架的理解和使用成本 在一套完备的API框架下 开发者和用户都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用户体验 比如首先是复用算法模块 使用一套ML API可以减少开发者的重复开发 并且提高社区的合作效率 然后是优化用户体验 使用一套ML API可以通过去隐藏实现细节 统一算法的使用体验 进而可以提升业务开发的效率 最后是组合并封装算法模块 使用一套ML API能够从更高的级别 去提升算法开发的效率 并且方便地去表达逻辑的组合 所以我们去仔细分析了已有的flinkML API 并且经过了大量的讨论 我们发现flinkML API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 首先是表达能力 传统的estimator和transformer 它限制了算法的输入和输出只有一个table 这样它就无法去表达需要多输入多输出的算法 比如graph embedding算法 通常需要编和点的属性同时作为输入 再比如机器学习中通常需要对训练级和测试级进行拆分 这个拆分算法它是个单个输入而多个输出的算法 这些都是目前的API所表达不了的 其次是实时训练的能力 传统的estimator和transformer无法表达 无法去透出会被实时更改的模型数据 所以也就很难很好的去支持在线学习 最后是易用性 之前的flinkML API在存储模型时 采用了以JSON为序列化的格式 这导致了模型较大时API基本难以使用 用户需要很多额外的繁琐的操作才能做到 加载和存储的操作 所以这里我们结合 flinkML API已有的flinkML API的缺点 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认为新版的flinkML API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它需要去支持模型数据实时传输的API 这样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在线机器学习算法 第二它需要去支持多数入图结构的机器学习作业 以便于更好的去实现graph embedding等多输入多输出的机器学习算法 第三流P一体的训练和推理API 这样可以更好的去利用flink流P一体的能力 并且可能大大减少可能的运维代价 第四和第五是更易用的参数存取和模块存取API 这样用户可以更好的去处理参数以及大模型的加载和存储 第六我们需要提供无模型语义的抽象类 这样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一些通用计算 比如说模型评估等操作 好的结合这些设计要素 我们结合代码来看一下最终的flinkML API 首先我们通过withparams接口提供了更加易用的参数存储 这个结构相对于原先的params进行了简化 去除了is optional等filled 这样可以使用的更加简单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stage提供了更加易用的模块存取API 用户可以通过save和load来直接进行模型数据的存储和加载操作 对于训练逻辑 我们扩展了已有的estimator接口 使得它可以接受多个table作为输入 这样也以便于多输入多输出算法的实现 对于通用的处理逻辑 我们提供了无模型语义的抽象类Algoprator 这样评估等算子可以在这里实现 对于推理逻辑我们提供了transformer接口 transformer的方法签名和Algoprator是完全相同的 而transformer的语义相对于Algoprator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 最后对于模型推理类 我们提供了model接口 通过getmodel data和setmodel data方法 我们能够很好的去支持在线机器学习中模型实施传输的需求 好的这里我们结合FlinkMail API去展示一个在线训练和模型实施部署的例子 假设我们有两个数据源分别来自于HDFS和Cafka 任务的逻辑是首先对这两个算子进行特征处理 然后将产生的训练数据给到在线训练逻辑中 在线训练算法不停地去消费训练数据并且训练产生实时产生新的模型 最终前端服务器会使用最新产生的模型进行线上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在FlinkMail API下 这段业务逻辑该如何表达 下面的白框中展示了相应的FlinkMail代码 我们这里使用algooperator.transform来对数据进行特征处理 然后我们使用estimator来进行训练 并且通过model.getmodel.data接口来获取实时的模型流 并且通过syncTablesync写入kafka 最后前端服务器通过创建一个model对象 通过model.setmodel.data来加载模型 最终通过model.transform来进行实时的模型推理 进一步的FlinkMail API还支持DAG图结构的模块组合和封装 假设有一个新的用户想要以黑盒的方式来使用我们刚刚提到的特征工程和在线训练的算子 也就是说他并不关心里面是一个特征工程和在线训练的组合 在他看来他只想要一个在线训练的算子 比如说右边两张图分别是对应的训练和预测逻辑 为了解决这个场景我们在FlinkMail API中提供了GraphBuilder工具类来帮助用户完成算子封装 比如用户只需要按照GraphBuilder中指定的方法就可以将这两个算子封装成一个新的算子 Estimator A和Model A比如说右图中展示的这样 并且算法开发者并不需要为生成的算子去重新实现Fit,Transform,Save和Load等 好的,关于FlinkMail API我就介绍这么多 接下来由高温老师介绍流PET的迭代引擎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里巴巴的高温 非常感谢张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关于FlinkMail整理情况的介绍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FlinkMail中的流PET的迭代直行引擎 它是整个FlinkMail中的一个重要的技术组件 关于Flink大家比较熟悉 它是一种基于Deg的直行引擎 但是在我们的许多场景下 比如我们现在提到的机器学习或者图计算等一些场景下 用户还需要对数据进行迭代处理的能力 一些算法需要对模型进行离线训练 还有一些算法需要对模型进行再线训练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在数据 在模型throwing的过程中 有可能会根据模型输出的结果 对模型一些参数进行实施的调整 这些场景都需要我们能够对后面的节点 能够提供向前面节点发送数据的能力 由于这些场景同时涵盖离线和再线的情况 因此我们也希望在迭代这一层 能够同时支持离线和再线的场景 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种场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区别 对于离线训练我们以逻辑回归为例 在逻辑回归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节点来缓存最新的模型 这个模型会在每人迭代中向训练节点发送最新的模型 然后训练节点它可以在迭代开始之前 然后首先读取整个训练数据集并且进行缓存 这样当它每次收到最新的模型之后 就可以从训练数据集中读取一个minibite的数据 然后基于这个minibite计算一个模型的更新 并且通过回归然后发送给模型缓存的节点 模型缓存拿到模型的更新之后 就可以计算下一个最新的模型 然后这个迭代过程一直继续直到整个迭代中止为止 和零件训练不同在在线训练的场景下 训练数据集是无限的并且是源源不断到达的 这种情况下训练节点就没法在迭代一开始的时候 就缓存整个数据集 而是必须在每次收到最新的模型之后 然后读取下一个minibite的数据 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下训练节点需要不断地在读取模型 和读取下一个minibite之间进行切换 这也要求我们必须要使用flink中提供的算子预先读的能力 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提到的 就是在进行模型服务的时候进行实时参数更新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模型的输出结果 然后决定是否要对模型参数进行更新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模型的精度和模型执行速度之间 进行一次trade off 对于在线训练和离线训练的场景 都有同步和异步两种情况 它取决于模型缓存的节点 是收到一个训练节点的更新之后 就会立马进行此模型更新 还是在每一轮中 当它从所有的训练节点都收到一个模型更新之后 再进行模型的更新 从上面的计算逻辑可以看出 这几种场景下的计算逻辑存在共性 首先它们都需要在作业途中引入迭代的结构 来支持数据的循环处理 并且它们都需要在所有数据循环计算完成后 终止迭代 另外一方面 它们在计算过程中 还需要在完成每一轮数据的结束之后 能够得到先用的通知 从而触发特定的计算 比如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离线训练的场景下 模型缓存的算则 需要在知道自己竖起 每一轮所有的模型更新的情况下 然后就开始下一轮的计算 由于在前面的场景中 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算法在它们的计算过程中 涉及到mini-batch 这里我们就会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迭代这一层 直接提供mini-batch的语义 并且提供将整个数据集 划分成mini-batch的能力 并且基于这个来提供 对mini-batch进行迭代的能力 我们在之前也尝试过这种方式 虽然在逻辑上 它可以兼容所有类型的迭代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同时支持 逐个mini-batch的处理 以及多个mini-batch进行运行处理 这两种不同的场景 我们就必须引入一套新的 基于mini-batch的Streme接口 并且在实验层也同时支持 这两种mini-batch的处理逻辑 这将会极大的提高 我们整个接口和实现的复杂度 此外 可以看出 在离线和在线训练 两种场景下 mini-batch的产生逻辑也是不同的 在离线的训练中 mini-batch是通过缓存整个数据集 并且在每轮迭代中 从整个数据集中选择一部分数据 做mini-batch来实现的 而对于在线训练中 mini-batch是通过 从外部数据读取特定容量的数据 来进行实现的 如果我们想要 介入这两种情况的处理 就会进一步增加接口和实现的复杂度 最后 如果我们想要介入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说 单个record迭代的情况 我们还必须引入无限大的mini-batch 或者说将每个record 看作一个单独的一个mini-batch的能力 如果我们采用第一个option 就会进一步增加接口的复杂度 而第二个option 就需要对每一个record 进行一次迭代的通知 这将极大的增加整个运营式的开销 因此考虑到上述情况 我们在迭代中 只提供了对整个数据集 处理完成之后 在每轮进行通知的能力 而把划分mini-batch的功能 做到了迭代之上 由用户进行处理 在离线训练中 用户可以对每个数据集进行缓存 并且在每轮迭代中 选择一部分数据 进行高效的mini-batch产生的逻辑 而在三线训练中 用户可以通过弗林格自带的 约线级输入算子 实现逐个mini-batch处理的能力 从而可以在两种情况下 都做到最优 基于上述思路 我们整个迭代的设计 如左边的图所示 整个迭代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像模型输入 首先是像处置化模型这种 有回编的输入 还有一种是像数据集 这种没有回编的输入 然后还有一种是回编 以及最终的输出 其中迭代的回编 以及有回编的输入 是一一对应的 回编返回的结果 会和有回编的输入 进行运营之后 交给迭代内的算子 这样迭代内的算子 就可以读取到 初始输入 以及每一轮返回的输入 从而实现数据 循环处理的能力 在迭代内部 我们为用户提供了 整个数据集处理完成之后 进行通知的能力 也就是进度追踪的能力 用户可以基于这一能力 在处理完某一轮之后 执行特定的操作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在收到整个模型的 更衣数据之后 来把最新的模型 发送给下游的节点 此外对于没有回编的输入数据 我们允许用户指定 每一轮是否进行重放 对于算子 我们也提供了两种类型 也就是说 一种是在每一轮 对算子实力进行重建 另外一种方式 基于这两种能力 用户可以通过 不重建算子实力 在轮子之间缓存数据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 模型缓存的算子 用户也可以通过 回放输入数据 并且重建每一轮的算子 来服用迭代外的算子 比如reduce 或者jong之类的算子 比如输入数据会进行重放 并且算子会在每一轮 进行重建 用户可以直接 服用这些迭代外的算子 对于中止迭代 我们提供了两种中止的 判断的逻辑 一种是当整个迭代中 没有在进行处理的数据的时候 整个迭代会自然中止 这个和弗林克 普通算子的中止的逻辑 也是一致的 此外 在有限流的情况下 我们允许 允许用户指定一个特定的数据集 当这个数据集某一轮 没有新的数据产生的时候 就可以中止整个迭代 这个代码就是一个使用 我们现在的API 来创建迭代的例子 用户可以调用 iterations.iterator 来创建一个迭代 在创建一个迭代的时候 用户需要指定有回编的输入 无回编的输入 算子是否要进行重建等属性 以及迭代体的计算逻辑 对于迭代体 用户需要在最后返回两个列表 一个是回编更新的列表 这个回编更新的列表 和有回编的输入数据集 是一一对应的 第二个是迭代的最终输出的数据集 对于迭代内的算子 它可以通过实现iteration.lation 来得到每一轮数据接收完成的通知 以及整个迭代中止的通知 我们以模型缓存的算子为例 它可以在收到每一个模型更新之后 就对模型的参数进行更新 然后当它收到每一轮数据集 收集完成的通知之后 它就可以把最新的模型 发送给下游的节点 而它在收集到整个迭代中止的通知之后 就可以输出最终的模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迭代的实现 基于用户创建的迭代结构 在迭代中增加了一部分迭代专用的节点 并且对用户所给的算子进行了RAP操作 从而实现管理算子生命周期 并且对数据类型进行转化的功能 最后我们通过collocation来实现了 一个基于内存的推列 通过对head和tail这两个节点 进行collocation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内存中交换数据 从而可以实现数据回编 我们在算子中插入的节点 主要包括input、output、head和tail这四个节点 其中input和output负责数据类型的转换 当数据进入到迭代内的时候 我们会为每一个record增加一个迭代头 其中记录了这一个record所属的轮次 而在迭代中每个算子RAP则会把这个迭代头去掉 然后再进行处理 head和tail负责实现回编 以及计算每轮迭代是否完全处理完成 head算子会在它从input读取到整个所有的输入的时候 它会在最后插入一个特殊的e-pull和output mark事件 来标进地轮迭代的中指 但是由于head算子可能会有多个病发 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所有的head算子都读取到某一轮所有的数据之后 才能向下游发送这一轮迭代中指的事件 head算子是通过operative coordinator来投目所有病发的 operative coordinator是一个在GM中的全域总件 它可以从所有的task进行双向的通信 当它从所有的head算子的并发都收到这一轮完成的通知之后 就会把完成的通知广播再广播回所有的head的并发 head在收到从operative coordinator发送的通知之后 就可以向所有下游广播e-pull和output mark的消息 所有的迭代中的任务都会收到这一个消息 当一个算子从所有的输入都读取到特定轮次的e-pull数output mark之后 就会认为这一轮处理已经完成 从而可以调用这一轮结束的回调 这一个处理逻辑实际上和flink和output mark的处理逻辑是非常类似的 特有节点在收到每轮数据或者e-pull和output mark之后 都会对其中的轮次进行加一操作 并且塞巴发回到head算子 从而实现整个数据循环处理的功能 最后我们也支持了在有迭代的情况下进行checkpoint的能力 由于flink默认的checkpoint的机制是无法支持环的 因此我们对flink的checkpoint的机制进行了扩展 我们实现了有环的channelm的算法 在每一次checkpoint的操作 head在第一次收到barrier之后就会进行自己的snap shot 这和普通的checkpoint是一样的 但是与此同时 他还会开始知情化和回层回边上收到的数据 直到他所发送的barrier经过tale节点再次回到head的节点为止 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checkpoint中所记录的数据 除了包括每一个算子的snap shot之外 还包括了在整个checkpoint的期间回边上的数据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实现有环的一个exact once语义 此外head算子除了要等待来自于他所有的上游的输入边之外 他还需要等待来自head operator coordinator的一个虚拟的barrier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保证barrier消息和我们前面所说的 每一轮中止的epoch或mark是不会进行交织的 这样我们可以保证在整个checkpoint内 所有的task都处在同一个轮次 这样当我们对某一个算子进行扩并发和缩并发操作的时候 由于他的所有并发都处在同一个轮次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融合同实力的状态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开发中的优化 是对于head和head operator coordinator head operator coordinator当他收到一个checkpoint的通知的时候 他会等到上一轮迭代完成中止之后 才会向下游发送barrier草 通过这种方式如果迭代中有一个算子是通过缓存数据 并且在迭代门轮结束的时候才进行计算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模型缓存的算子 通过在某一轮迭代完成之后立马进行checkpoint的操作 就可以保证这个算子中缓存的数据极最少 从而可以提高checkpoint的效率 以上是我们关于flink流媒体迭代与执行以前的介绍 流媒体迭代执行以前 它可以由于在线和运线的场景提供统一的迭代的支持 并且可以支持exity once的容错 在未来对于有线数据迭代的迭代 我们也将进一步支持batch直行模式 并且提供更多的上层算法的开发工具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mini-batch的划分逻辑 猫头开始以及常用的算子等等 谢谢大家 下面欢迎林老师继续为大家带来 关于flinkML整个生态的介绍 好的 感谢高音老师 关于流媒体迭代引擎的介绍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继续介绍 我们在flinkML基础设施方面做的工作 我们首先看一下flinkML的现状 首先它有一套完备易用的 面向实时机器学习的ML API 其次 它有完整的python支持 并且有一个端到端的性能测试框架 以及完善的帮助文档和网站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文档进行一些尝试 接下来我将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面向实时机器学习的完备易用的API 为了论证ML API是易用的 并且是完备的 我们实现了各种类别的机器学习算法 包括离线学习和在线学习 下面这个图 这四个图展示了我们目前实现的算法 可以看到我们涵盖了基本所有的常见的机器学习算法种类 比如说分类 回归 剧类和特征工程 例如分类算法我们实现了KN Linear SVC和Logistic Regression等等 回归算法比较少 我们这里实现了Linear Regression 剧类算法我们实现了K-Means和Online K-Means 特征工程算法我们实现了比较多 比如说这里的Bucketizer Main Max Scaler和One House Encoder 同时我们也看到算法库中 其实包含了两个实时机器学习算法 是这里下滑线的两个 分别是Online.lr和Online.k-means 后面我们会有一个demo来展示 在线机器学习算法的效果 这些代码都可以在FlingML的代码仓库中看到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在FlingML中我们支持的算子级别的系列度内存管控 在机器学习训练中 为了方便后续访问 我们通常需要缓存机器学习算子的内部状态 比如我们需要重复读取的训练数据 如果我们朴素的将状态或者说训练数据 储存在内存中 当需要缓存的数据量很大时 很可能就会导致OAM 就是Java heap可能直接就爆掉了 任务的容错就会很差 所以我们这里基于Fling的内存管控 提出了一个方案 是使用Fling的托管内存来缓存数据 并且我们允许算子去指定自己所需要使用的配额 也就是内存大小 当缓存的数据量超过配额时 框架会选择自动写出到磁盘 这样就可以避免OAM 使得程序更加鲁棒 右图展示了FlingML执行 Fling直行引擎的内存模型 简单来说我们就是提供了一套机制 将数据缓存从一标记的Task heap 移到了二标记的Managed Memory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FlingML对于Python的支持 由于Python是被广泛的应用在机器学习领域 尤其是深度学习领域 所以我们也为FlingML提供了Python支持 在FlingML中使用Python是非常方便的 例如FlingML的Python和Java API是完全一样的 用户不需要去重复编写算法代码 从下面两个图中可以看出来 Python代码和Java代码在表达相同的逻辑时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这个图展示了我们用K-means 进行训练和预测的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箭头 分别表示了加载数据 设置模型参数和Fit以及Transform的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代码是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贴的代码链接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算法性能的测试框架 为了方便开发者去监控和测试算法的性能 并且让算法性能长期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我们提供了一套端到端的算法性能测试框架 用户可以通过紧编写配置文件的形式 运行Benchmark的实验 并且得到能够可视化的结果 我们也提供了可视化的工具 具体的例子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左下角贴的代码链接 最后我们通过online k-means来作为demo去展示一下flink中 在线机器学习算法的样子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 k-means是一种无监督算法 它的输入是一组有界的向量数据 输出是一个k-means模型 包含k个中心点 它的主要目标是将数据分为k类 使得每个数据点到它中心点的距离和最小 在online k-means的场景下 输入数据不再是有界的 而是一组源源不断的数据流 同时它的输出也不再是一个k-means模型 而是有无限个k-means模型 这些模型会随着数据的分布而发生变化 并且每个模型使得损失函数 在目前为止见到的数据中取得最小值 这里我们看一下demo 为了避免屏幕切换 我这里提前录制了一个视频 为了方便展示 我们也简化一下flink任务的配置 我们假设数据是从本地的9999号socket端口读入 然后flink任务的并行度是一 并且输入数据的下量维度是二 关于online k-means的参数设置 我们这里设置k也就是聚类中心点的个数是二 然后全局的best size是一 这里全局的best size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条数据就更新一次模型 然后这里的dkfactor是0.5 也就是说我们有多么快的去遗忘现有的模型 然后我们开始 我们先输入一条数据一二 我们可以看到online k-means打印出了输出的模型 这里version 0是一个随机初始化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二这条数据作用下我们更新得到了model1 model1 可以看到的是model1作用到了一号中线点 使得一的中线点在发生偏移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权重由0.509 0.400变成了0.836和1.467 权重也由0.0变成了1.5 接下来我们多输入几次一二这条数据 来展示中心点一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中心点一在不停的近似于一二 并且它的权重越来越大 比如说这里的1.751.875和1.9375 而中心点0是没有变化的 它的权重一直都是0.6190.171 因为没有数据点被分配到0号中心点 接下来我们使用另一个数据点来更新另一个中心点 比如说这里输入-1-2 我们可以看到中心点0发生了变化 并且开始向-1-2靠近 它的一号中心点是没有变化的 接下来我们重复输入几次 我们可以看到0号中心点越来越接近于-1-2 然后我们关掉socket的输入 我们可以看到flink的任务也就随之结束了 总结一下 就是online k-means这个算法 可以通过实时的去捕捉数据分布的变化 并且实时的去更新模型 这里我们是将模型打印在了控制台上 但是通过flink 我们可以通过tablethink将模型流写出到kafka等外部存储 然后前端就可以通过kafka来获得更新并且服务线上 最后我们看一下flinkml的生态以及未来的发展 我们这里强调一下这个图 在今年年初以及这个月的月初 我们分别发布了flinkml API和完备高性能的flinkml基础设施 接下来我们的发力点是会是特征工程算法 我们希望flinkml发展的越来越好 并且在两到三年内能够成为传统实施机器学习的实施标准 最后非常欢迎大家来使用和贡献flinkml 集思广益来将flinkml发展的更好 关于使用flinkml大家可以参考这里的文档 关于贡献flinkml大家可以关注flink的邮件列表 并且关注gira 也欢迎大家和我联系 这里是一些参考资料 然后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